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在梁洋县之中端上学 今天我二十年 然后我的名字呢叫刘洋 我爸爸妈妈 我爸是老女学 老生啊 跟他私底下 然后病更加严的 我妈是身体病的感觉上 然后严面就是看不到 所以后来有了我 不能照顾我 我是我们家第二个孩子 一个孩子是因为 喝奶吧 就不辛苦要死了 然后我就被我老婆抱过来了 两天天了 去宿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伤 当时 只能站在那门口不能进 说过来那个人 就那些我整理长大 从我心理上开始长大 我再也不用小 我已经二十岁了 在法律上我已经成年了 所以要成年了 所以要成年了 然后我遇到各种年 在刁难你 然后我就说 那你给我来一个啤酒 我能开一个 就是各种酒 我可能就喝多了 随着不停的那种 可能说你还不敢吃上 如果我吃上了 或者我把不喝整的 当时就内心当中 就产生了那种想法 我不能过这个生活 我一定要由我自己埋满的啥 我每天都在学生 我们学生 然后就是 像我们学生 我学生做一件 课是 丢儿心理教育 然后自然 然后设计 活动设计 还有 一些技能的 画画 神乐 美术 钢琴 这件事 一般都是5点 就到家了 然后 最后不回来 然后 我给你做药吧 走不走不走 这件事都做完以后 自己会 康复 或者说 谈下情 然后睡觉的时候 可能在10点 我生活中 最喜欢的 基本就是 和我一起去 和我年轻 谈在心里 那么可以 我希望我将来的生活 能自己努力一些 成为一个 就是很合格的一员吧 然后 给我养我的人 一些回报 因为这个为了我 确实 不是为啤酒 让自己没有家 为我如 亲生女儿一样 就我现在的生活 很满意 我小的女儿 真的没有能力 照顾我 所以老大给我 抱我不到身边 然后让我回来 真的 回来就是一种幸福 我已经能回来 还能看到身边 任何事情 然后 有很多亲人的彩蛋 给了我很多点爱 然后我懂得了 什么人爱 我觉得生活 不要说 要求太高 心里感受到 自主就可以了 人嘛 都有一个欲望 特别高的 都想着啊 这事要看这事 其实不用来 第一个平常 拼拼拎拎拎拎拎 自己感觉 自己感觉 所以我看过